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每次不同国家的东方文化 其实带给我的是不同的感受 而每次记忆都是很特别 真的每次它都不会让我失望 所以它的SPA到它的游泳池 到它很人性化的服务 因为你打一个电话 如果叫Room Service的时候 它会第一时间 有一张笑脸等待着你 所以对我来讲 我有很重的怎么讲 那种情节和要求 那正好在东方文化酒店 全球的服务中 能够体现它们的质量 而我也找到了 我相应的喜欢的服务 所以直到今天 我依旧是东方文化的Fan 其实香港的智力文化酒店 处处充满了Fusion的感觉 也就是像我的音乐一样 它有着中西合璧的一种特质 而其实在当代的世界 每一种文化都在大量的交织 大量的交融 那我们不要封闭地去做自己 而需要开放的心态 去把所有好的 我们都容纳在一起 所以智力文化酒店 给予了我这种感觉 就是我在这里 既可以找到东方的亲切感 又可以找到西方的那种现代感 所以说这两种感觉 交织在一起 是非常奇妙的 就像我的一直以来 我的音乐秉承的精神 是一致的 所以在这里 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进入东方文化酒店 首先用最轻松的心态 但是要有一双鲜活的眼睛 你去慢慢地发现 在这个酒店的边边角角的细节里 你会找到很浓厚的文化气息和背景 它不是那种让你有陌生感的酒店 而是让你进来之后 在很短的时间内 能够体会到舒适和体会到文化 我还要推荐的就是 他们的质地文化酒店的早餐 我觉得非常很好 香港的这个文化酒店的早餐 再有就是他们的SPA和游泳池 因为SPA呢 这要用心去体会了 他们的SPA 在全球的SPA 我做过了几个酒店以后 发现他们的每一个地方的SPA的品质 非常地有保证 而且真的能够做到 你做了一次SPA就会有充电的感觉 香港距离文化酒店的地理位置 非常适合像我们这样 行色匆匆的旅行者 因为你要想最大时间的逛街 那最希望的就是这酒店 可以在市中心 可以在一个shopping mall的集中的地区 而质地的文化酒店 正好符合了这个要求 所以说香港质地文化酒店 对于我来讲 是很有感情的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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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的翅膀在飞 最 Sag 五 三 五 三 六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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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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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三